其實今天我們真的是很不願意到這邊來 但是因為基態建設在大直的建案 施工不慎而造成臨防下線的問題 已經經過三天了 但是基態建設到現在的態度 還是非常非常的囂張 完全不願意出來面對出來負責任 甚至今天呢 原本說好總經理要跟李四川副市長 約好在工地現場 來談安置還有損害賠償的問題 但是他是直接失約 完全聯繫不上 甚至呢 李副市長直接請工地主任打電話給總經理 總經理也是拒絕 拒絕甚至最後關機 聯繫秘書也都完全聯繫不上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跟住戶還有我們的孫律師 一起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看看到底能不能上到十樓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這一張貼在大門口 不只是讓基態建設所有的高層都看到 而且呢 還要讓在這邊跟基態建設 承租辦公室的人 都知道現在的基態建設有多惡劣 有多囂張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一下住戶 他們這幾天真的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難題 陳先生是不是幫我們說一下你們現在的狀況 呃就是 生活上面其實是有還滿多的不方便啦 因為不是住在自己家裡面嘛 所以像進出啦 然後有一些要帶電的費用啊 但目前為止其實建設公司都還沒有一個正面的說法 就是告訴我們說啊 那他這個在新聞上面寫的一戶補助五萬塊去哪裡領 這些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他就是說 說了之後找媒體出來 可能就放一個新聞 但是是沒有 實際上沒有看到這筆錢 或者是說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是 錢裡面還夾著 那種小紙條 有夾著一項書 那對於說像我們我是住在這個比較後段的 對於我們來講其實我們是無望之災 那對於帶電的款項如何去申請 然後我們呃請假 請試駕 工資要怎麼去補償 這些其實都沒有一個正式對外的窗口 所以這個有點扯 對就這間公司其實有點扯 看起來他就是在在講是很會講啊 但是實際上的做法上面其實就沒有看到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實際上的事情是沒有看到 昨天為什麼會有把這一張核見意象書來把它爆出來呢 其實原因是在於市府召開了一個法律 法律諮詢的一個會議 所以呢在那個當下有非常多的住戶 他們就提出了這樣子的疑問 他們認為說怎麼會再給予慰問金的同時 夾帶了一張意象書 而且這意象書裡面還特別的告知大家 如果你簽訂了這張核見意象書 你就不得再向兩兆雙方以外的人來透露這樣的內容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作為其實是非常的不正當 也不應該喔 其實我認為喔 如果今天基態你真的要出面來去負責任的解決 那當然我們表示肯定 但是在現階段這個狀態 第一個我們的安置以及我們的賠償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內容之下 包含到剛剛其實理事長有講到了 現階段的我們的鑑定報告都還沒有出來 現在的建商就開始在準備去策動想要去集結私下跟一些住戶來說 欸你是不是來可以配合我們去跟我們原有的基地來去核解 這樣子的程序其實我覺得在正義上是不應該的 在這個部分我其實還是要在這邊要直接跟所有的媒體大眾來說 昨天晚上其實基態他們是有用重訓的方式來去回應說 喔現在的意象書跟賠償是兩回事 我覺得如果你都認為是兩回事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提請你以上市公司的高度 先針對大家的賠償以及安置 先安定穩妥下來之後再進行下一步的規劃呢 我覺得這樣子對住戶來說才是比較正當 而且才是真正保障我們所有受災居民的權益才是 整個我們這個房子下限大約七米 有很簡單的講就是二樓變成一樓了 那一樓跟地下室全部不見了 一樓跟地下室 一樓我們一層樓有三米 地下室有將近三米半 也就是有下限至少有六 有這個六米到七米的這種情況 那麼整個事件呢在兩個多月前 我們不斷地反應 所以這個建設公司他們的監控單位 請了台北市某家的祭司公會 過了一段時間居然給我們每一戶發了一個喊 說不影響節奏 顯然的我們大膽的假設 這個就是建設公司跟基石公司不負責任 而且我們認為有勾竄 就來欺騙欺瞞我們的祝福 才會造成今天這種非常啊 這個老百姓的財產生命受到非常大的危害 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綠雲怎麼都批評我啊 就像我到現場他也批評我在做秀 然後呢如果不到現場呢他就說我夢不關心 不過講到政治獻金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民進黨我告訴大家永遠有雙重標準 當然這兩天也有披露 民進黨在 對不起 民進黨在第一天的時候呢就召開記者會 說我有這個收取這個基態建設30萬元的政治獻金 但是民進黨中央明明你已經調出這些相關的資料 你卻引而不談哦 故意的去忽略包含台北市議員王敏生以及這個 減輸賠賠也有收取這個政治獻金 所以民進黨中央今天他們難道不是在作秀嗎 他們難道不是在消費嗎 他們難道不是在雙標嗎 他們難道不是在雙標嗎 好我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打綠能的時候大家記不記得它也曾經說 王鴻威你都領取綠能公司的政治獻金 你一邊拿還一邊罵你是不是雙標 這個當然是很奇怪的標準 別人拿政治獻金我們就閉嘴不能監督 好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同樣一間公司 民進黨不敢講的是 當時同一年度捐給林志堅100萬元 同一年度捐給劉兆豪100萬元 民進黨不告訴你的事實 他們永遠是這樣子的 就是選擇性的公布 所以我想請問民進黨 你們現在所做的所有的 對王鴻威的一個攻擊 請問一下有哪一些民意代表 你今天監諸的是一個民意代表 而不去監督執政黨 所以這兩天對王鴻威的攻擊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他要轉移這一陣子社會大眾 對於超市進口雞蛋的弊端重重 他想轉移大家在質疑 有關於綠能裡面有沒有是綠油油在發大財 讓台電推到將近要倒閉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想要轉移你執政無能或者你這些弊案的焦點 但是我要告訴民進黨你們不會得逞 我們當然會關心我們的住戶 把我們的住戶爭取最高的權益 但是呢 今天包含志強或者淑慧 我們也不會放棄 我們也不會放鬆對於執政黨的監督 我告訴民進黨的所有民意代表 你們很好笑 你們天天來監督我王鴻威 是不是有問題嗎 你如果作為一個立法委員也好 或作為市議員也好 你難道不是應該去監督政府 難道你變成監督一個民意代表嗎 那今天我們所舉發的是 我們要告發基態建設 他涉嫌違反刑法第193條 違反技術成規罪 那麼要申請檢察官扣押 他因為這些營造不合規建築物 所獲得的不法所得 那在這裡呢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案例控告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報告 大家都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住戶 他們陸陸續續的會組成自救會 那除了台北市政府 現在已經提供相關的 一個律師的相關的服務之外 那我在這邊也宣布 那麼我召集了平常在幫 王鴻威團隊的六位法律的律師 那麼他們也願意一起站出來 我們組成律師團 為未來的所有住戶自救會 或者是個別的受災住戶 提供免費的法律的服務 那麼在這邊我也直接 因為像我們的律師 他們也都非常熱血 那麼我也可以公開 這個相關的律師的名單 包含林瑞陽律師 陳立仲律師 柯承皓律師 郭守震律師 林彥珍律師 簡易玉律師 所以我們會全力的 來維護我們受災戶的相關的權利